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宣布 被中共当局列为海外通缉百人名单 榜首的前中共贪官杨秀珠 已经被美国政府以移民欺诈来指控 关在了纽泽西州监狱 现年68岁的杨秀珠曾任中共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 及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涉嫌贪污超过2亿5000万元人民币 2003年杨秀珠协同女儿女婿外孙女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离境出逃 杨秀珠在10年前曾在荷兰被抓 但在被遣返前夕逃跑 之后其行踪成迷 周四 杨秀珠被关押在新泽西州监狱的事实 是10年来她的行踪首次得到官方证实 今年4月22日 中共当局发布了红色通缉令 列出百名外逃人员的名单 名单中列首位的就是由 巨摊女书记之称的杨秀珠 据称此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时 特别强调了遣返外逃人员 并且第一个点名杨秀珠 美国移民机构发言人 路易斯·马丁内斯表示 杨秀珠很有可能被遣返回中国 杨秀珠是因为违反了 美国移民条例而被拘禁的 据悉 中美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 但可以根据个案进行司法合作 未曾经计计计计划